他們就是要先學會如何開心的打球 然後讓他們以後學習棒球都是帶有熱情的去學習 其實看他們開心也很開心 因為雖然我國小沒有打球 但是我覺得就是小孩子打球 就是應該要這樣就是開心是第一 因為第一次參與這種活動這樣 以前頂多就是回去母校幫忙 所以那感受是不一樣 然後跟我們想像中不一樣是 小朋友他們很喜歡一直做夾殺 對他們很喜歡一直跑 對尤其是當跑類員 盡量能帶一些簡單然後不同的東西 就是讓他們有個印象或是基礎 知道有這個動作可以練習 讓他們有這個觀念之後 對他們來說會是很大的幫助 然後讓他們知道打棒球很快樂這樣 讓他們喜歡他們才會有動力 繼續想要學習更多的東西 這是我們最主要的目的 有回想到以前打球很初中的感覺吧 因為畢竟你打到職業可能遇到比較多低潮一些問題出現 但是在國小的過程中就是享受打球 然後玩球然後快樂為止這樣 然後就看得出來確實他們都蠻投入在丟球那些 因為打棒球不管你打到職業還是什麼階段 你自己的心態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你每天到球場是不是開心的去 因為你不能左右你的棒球生涯嘛 你自己沒辦法去掌控 所以就是去享受它 你就是要享受比賽 享受那個輸 享受那個贏 然後享受打得好 享受打不好 就是去享受它 1、2、1 有了